内地部署新能源车下乡促销 公信部、商务部等四个部门 近期联合发布通知 部署今年新能源车下乡活动 由5月到12月期间 在山西、吉林、江苏、汗南等 选择三、四线城市和远区 举行多场的展览、企业活动等等 又鼓励各地推出更多支持政策 改善使用环境 推动建设浓宣充电和换电设施 鼓励企业增加优惠 以及加强售后维修服务保障 有公司利用视像AI技术 制作网上广告片 增加吸引力之余 亦减少硬消感觉 近年越来越多人玩 第一身视角无人机 有公司推出 适合初学者的新机种 有什么要留意呢 创科到行 今晚9点半 无线财经资讯台 为什么上班要敲钟 为什么发型要相同 非常公司 非常手段 最后我们想不如和他 编上作息的时间表 好像当中学生一样教他 新闻淘宝 今晚8点半 无线财经资讯台 在香港 物业地权一般拥有使用年期 但过了期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政府要收回土地 又需要经过什么法律程序 每日有楼看 今晚9点 无线财经资讯台 港股年升三日之后有回途 美团在季迹前直跌3% 网易亦跌3% 内地部主新能源车下香速销 汽车股又追捧 吉利升近1% 南筹新季中升就升半成 医药相关股个别发展 停牌多时的基石药业 去年亏损扩大 股份伏牌曾经急赛1成4 三叶草生物完成 首批受试者接种候选的新冠疫苗 股价升近9% 政府表示 正是筹备港股人民币计价的法律工作 亦都是与业界相关的机构进行沟通 即使我们现阶段 在制度的安排和设计方面 是努力着 也都需要与内地沟通和商讨意外 另一方面需要考虑的 就是在需求方面 有没有发行人 或者有没有一些机构 是愿意开这些柜台 所以这一方面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 都是有与业界 相关的一些机构 有去沟通 有这个柜台之后 因为到时有人民币柜台 也都有港币柜台 那怎样可以确保 是之间有一定的流通性呢 所以相关的一些法律的工作 包括是不是说 免去庄家 如果是做庄的时候的 一些相关印花税的一些安排等等 其实这些法律工作 我们现在都在准备着 恒基地产创办人李兆基 自2019年宣布退休之后 淡出集团公开活动 他的儿子 恒基地产 恒基主席李嘉诚就说 父亲状况是良好 父亲近况多谢大家 父亲近况十分之好 都很好享受退休的生活 也都可以多些时间 跟孙子孙女玩 这样挺开心 据报汇丰控股对内地市场 新增投资超过30亿人民币 新华社引述汇丰控股行政总裁 奇耀年书面访问的时候 仅管短期内 市场可能仍然出现一些波动 但是汇丰依然看到 内地经济展现出人性 和长期增长潜力 发展机遇 以及对海外企业和投资者的吸引力 汇丰在内地市场将会持续投入和发展 在2020年至2025年期间 新增投资有望超过30亿人民币 又说内地具备充裕的政策刺激空间 预期内地经济可以实现强劲复甦 恒地又说 上海的封控措施 拖慢了集团在当地项目的交流进度 在动工那些不能够动工 工人又不能进来 又不能够做装修 我相信进度是慢了半年左右 但是现在已经看到正在恢复了 很多地方已经局部可以重新开 那些东西又可以重新做 所以在下半年 我们会尽量追回那些进度 很多客户也过去commit了 因为现在我们的房间是交不到出去 会拖慢了大概半年左右 恒地说有为部分经济困难的租户提供租金援助 例如很多餐饮业面临倒闭 我们也会特别对他们这些行业特别帮忙 可能是直接免他们的几个月收租 很难一概而论 一刀切就是几多折给他们的 所以都是不同的行业 接着3月底的年度 收益按年升7%至116亿 物业收入净額亦升至87亿 全年度可分派总额升6.8% 每基金单位分派3.0567元 按年增加半成 其中末期息分派1.4608元 半港零售业务方面 全年度收益升2.2% 租用率升97.7% 逐租租金调整率是4.8% 按电由负转正 平均每平方尺租金未升至62.7% 宁展就说 本港第五波疫情为租务初商带来了挑战 但期内仍然签订超过660份的新租药 并且为停业的商户提供租金减便 计划涉支2亿2千万 本港4月零售销售扭转连续两个月的跌势 4月零售业总销货值 按年比较升11.7% 远好过市场预期跌7.9% 按类别划分 电器和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升幅达到四成 药物和化妆品升幅是一成八 超市货品升幅是半成 书部文具和礼品下跌一成 政府发言人表示 受惠于本地疫情减退 和政府发放第一期消费券 令上个月的零售业总销货值显示回升 展望未来 发言人说只要本地的疫情维持稳定 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复苏 消费券和政府推出的其他措施 将为消费需求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领展说旗下的商场人流回复疫情前的九成 商户业务恢复苏是理想 但本港可能虽然第六波的疫情会审慎评估 没有正面回应会不会再加租 不过强调对零售前景有信心 本港四月份的零售销售好过市场预期 扭转两个月跌势 有经济师认为政府逐步放宽防疫措施 对零售业有支持 政府统计处公布 4月零售业总销货值按年比较升11.7% 远好过市场预期跌7.9% 按类别划分 电器及其他未分类的内容消费品升幅达到四成 药物及化妆品升幅一成八 超市货品升幅半成 文具和礼品就下跌一成 有发展商表示 有为部分经济困难的租户提供租金援助 例如很多餐饮业面临倒闭 有经济师认为 随着政府逐步放宽防疫措施 加上市民增加外出 相信对零售业会有支持 五月或之后的零售销售数据 相信会慢慢好转 当然五月份也未必可能会即时转到一个暗年的正增长 但我想六月份之后 尤其是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节日在 再加上经济环境有好转的情况下 相信市民会比较乐于消费 政府犯人表示 受惠本地疫情减退和政府发放第一期的消费券 令到4月零售业总消货值显著回升 只望未来 犯人说只要本地的疫情维持稳定 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复苏 消费券和政府推出的其他措施 将会为消费需求提供了一步的支持 无线电视剧仔吴杰晶报道